中國多地經過聖誕節教堂戒嚴 遊戲股再受重挫 兩公司緊急回購股份 中國富人潤網迪拜 成交量創新高 財經媒體人羅奇染疫去世 北京殯儀館出現小高峰 人權律師唐吉田被失蹤 國際組織呼籲當局放人 中國足協前書記涉案4000萬 另有多處房產 中共中指兩岸部分產品優惠 臺灣表示影響不大 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快報 我是天心 今天是美東時間12月25號 星期一 訂閱新唐人了解最新要聞 聖誕節到了 在這祝觀眾朋友們聖誕快樂 雖然聖誕節是一個全球性的節日 但是有人卻害怕過聖誕 近日 中國大陸多索中小學 下發文件 發布所謂不過聖誕倡議書 大紀元25號引述網友爆料消息說 有高校發通知 要求學生在24號平安夜下午 5點前返校 晚上輔導員要查寝室 簽到 還有被披露的聊天記錄顯示 24號晚上校長要帶人檢查寢室 要求不能出現聖誕包裝的物品 有鄭州市民向大紀元表示 中共官媒帶節奏不讓過平安夜聖誕節 據傳商家也不能貼聖誕裝飾 河北利先生24號晚上也對大紀元透露 當地沿街的商販接到城管通知 要求24號晚上不得營業 路上到處都有警察 不讓民眾聚集 當地教堂門口出現特警 甚至戒嚴 讓他不解的是 與河北相反 上海官方卻高調舉行聖誕活動 對此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向大紀元分析 中共害怕與西方徹底脫鉤 所以選擇性的開放 作為面子工程和樣板 而上海聖誕節就是被精心包裝出來的 所謂開放的象征 而校園不准過聖誕節 如果不是中共中央下政策 各地方不會幹這些事兒 專家指出 中共近年管制聖誕節 一方面是害怕西方文化的影響 另一方面也是逐步消滅淡化宗教的體現 周園消息 中國大陸遊戲股繼續下跌 兩家公司緊急回購股份 即22號中共宣傳加強監管遊戲之後 遊戲股票一蹶不振 25號遊戲股票繼續大幅下跌 截至五間收盤 巨人網路三七戶雨等五家股票跌停 兩家遊戲公司CEO當天緊急出手回購公司股份 回購意味著公司買回一部分發行過的股票 遊戲公司巨人網路25號發公告表示 董事長史玉柱提議 回購價值1億到2億元人民幣的股票 同時 遊戲公司三七戶雨當天也發公告表示 董事長李衛偉提議 回購1億到2億元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 巨人網路三七戶雨等公司的股票 都已連續兩天跌停 中共官方25號急轉彎 試圖安撫市場情緒 挽救近日受到矩陣的遊戲業 中共新聞出版署25號批准了105款國產遊戲版號 單月審批數量過百 闖今年單月新高 不過 市場對官方的安撫政策反應並不強烈 午後2點 三七戶雨勉強撬開跌停板 而巨人網路截止收盤 仍在跌停板上動彈不得 截止收盤 巨人網路三七戶雨 電魂網路等紛紛大跌 總市值縮水133億元 海外財經博主包書認為 無論當局後續採取什麼措施 遊戲行業的勢頭注定向下了 國際金融機構瑞銀集團25號發布最新報告指出 中國網路遊戲收入的下降會波及到廣告業 並估計線上遊戲約占廣告產業收入的20% 迪拜成為中國富人潤出去的新標的 房地產公司來訪國際中介25號向南華早報表示 由於中國民眾的購買需求上升 預計2024年迪拜的豪宅辦公室價格會延續強勢增長 並表示今年1月到9月期間 迪拜售價超過1000萬美元的豪宅交易量高達277套 創下歷史新高 而中國民眾是來訪國際的第二大外國買家 佔比14% 僅次於佔比為16%的英國人 去年 中國人是來訪的最大客戶 佔購房總數的23% 還預計 未來迪拜主要住宅區 珠美拉 棕櫚島 阿聯酋山等地價格 可能再上漲5% 高於其他地區的價格漲幅3.5% 另外 國際房地產公司IQI的CEO卡西夫·安薩里 對《南華早報》表示 今年 移居迪拜的百萬富翁數量 超過了新加坡 歐洲 中南美洲或北美 迪拜深受中國富人的歡迎 獲得居留權更便宜 更容易 知名獨立財富研究公司Honey & Partners 今年6月公布的私人財富遷席報告顯示 預計2023年 中國會有13,500名富人移居海外 他們生價超過100萬美元 比去年的10,800人增加了25% 中國知名財經媒體人 新浪財經國際部亞太區前首席代表 羅奇24日染疫去世 年僅36歲 他的母親25日用羅奇的微信發副稿稱 羅奇因突發重症肺炎 經全力搶救無效 於2023年12月24日下午5點50分 在萬載離世 公開信息顯示 羅奇曾在陸媒第一財經工作 也是新浪財經國際部亞太區前首席代表 網友留言表示 新冠並沒有遠離 近日 北京市民李先生對大紀元透露 今年11月底到12月初 在北京各個郊區的殯儀館 都出現了火化一個小高峰 官方一直在壓制疫情信息 疫情確實很嚴重 他還擔憂年輕人猝死的病例很多 表示自己的年輕同事 平時很健康活躍 積極參加戶外活動 身體沒有任何問題 卻在上個月猝死 還表示 其他領域也有這樣的人 包括那些運動員和其他單位的員工 他認為 年輕人猝死與中共疫苗脫不了干系 並擔憂明年再度爆發瘟疫 中國人權律師唐吉田被失蹤近2個月 而他的女兒早已因病成為職務人 多個國際組織包括29原則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 法國里昂大學博士候選人潘家維等 聯署發表聲明 敦促中共政權交代唐吉田的下落 立即無條件釋放唐吉田 唐吉田的友人玉品健25日向臺灣中央廣播電臺表示 唐吉田辦理很多人權案件後 很快就被中共當局吊銷了律師證 但他繼續從事捍衛人權的工作 他的女兒琪琪在日本因病成為職務人 2021年 他想到日本探望 卻被禁止出境 2021年底唐吉田在北京被失蹤 今年1月中旬才被官方釋放 但獲釋不到10個月 從11月4日起再度失聯至今 他曾被中共預警 酷刑虐待 帶到郊區非法拘禁 並刻意被罰少吃少睡 固定姿勢罰站 罰作或打罵 持續吹冷風 因此瘦了30多公斤 罹患 肺結核 知情人士向陸媒足球報披露 中共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足協前黨委書記 杜兆財 設貪腐金額超過4000萬元人民幣 這個金額已經刨除了被退還的髒物 只是現金還有多數房產 公開資訊顯示 今年4月 他被免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職務 10月被雙開 通報稱 他嚴重破壞足球領域政治生態 大搞權錢交易等 去年 中共體育系統震盪不停 已有20多名足協 球員等相關涉案者被帶走調查 臺灣經濟研究院25日公布的 臺灣11月製造 服務與營造等商業數據測驗 只有製造業呈現小幅度下滑 談到中共宣布停止對臺灣部分產品的優惠關稅 臺經院院長張建一坦言 影響有 但非常小 據臺經院發布的最新景氣動向調查 11月製造業 營業氣候測驗點為93.20點 月減0.57點 雖連續兩個月下滑 但下滑幅度有限 另外 中共日前宣布 終止海峽經濟合作協議的12項產品優惠關稅 張建一表示 12項產品佔臺灣出口比重很低 加上中共已頻頻放風聲 臺灣廠商提前做好了準備 並認為 在臺灣大選到來之際 中共選在這個時間點取消優惠 政治意味相當濃厚 好的 鎖定最新要問 請訂閱新唐快報 別忘了留言和點讚 我們一起傳播真相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中文字幕提供